路口輛綠燈機車加速起步 但左邊的轎車疑似想要往右切 騎士用力拔下去 自己也騎到進行機車道 拔下去不得了 轎車駕駛似乎陸怒症發作了 開始沿途蛇行瘋狂逼車 轎車硬是往右切 最後擋在路中央駕駛下車攔車 轎車 打發壞了 你便宜巴巴巴逼車 閉車衝突發生在台南火車站附近 影片PO上網網友留言 記得舉發危險駕駛 這應該可以提告強制罪了吧 檢舉加提告啊 但也有人認為兩人都是半斤八兩 新一區也發生行車糾紛 休憩車開到轎車旁並排停車 駕駛攔車後下車開始慌腔 將通知雙方當事人 自本分局釐清案情後依法辦理 初步瞭解疑似因為按喇叭引爆衝突 是現代人壓力太大了嗎 開車騎車在路上喇叭按太大力 引來對方陸怒症發作 也不管交通安不安全 直接攔車向下 為了吹一口氣恐怕得吞下 好幾萬元罰單一點也不划算 接下來關張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selv速度右上 剛才 請… 請按讚